歌詞 將音樂 換聲 聽歌的時候 很多事觸動心靈 引起共鳴的 往往就是那幾句 入心入肺的歌詞 歌詞的世界其實很大 始終密 始終有密 主人提及萬片分手無數跌倒 歡迎大家收聽第131集的始終密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阿寶 踏入2021年的第一個星期 香港樂壇最多人談論的就是 剛剛過去的商台叱測2020年的頒獎典禮 有很多大獎項都是由新人獲獎 雖然有人說他們未夠頒獲獎 但我覺得樂壇注入新血並不是什麼壞事 相反能夠為香港很死氣沉沉的樂壇 就帶來一番新氣象 不會在街頭巷尾都是說韓星 或者一些其他地方的歌手 至於好不好聽 本來就是好主觀的事 其實好看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和經歷 但有多些本土的歌手受歡迎 更多人願意聽廣東歌 甚至付錢去買碟的話 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本來今個禮拜 我是想找個新人來談談 但是在做Research的時候 給我在大陸一個網站看到一個評語 他說 香港出名的填詞人當中 潘元良是最差的一個 我看完之後覺得很不服氣 因為潘元良是我最欣賞的填詞人之一 不過在我這百多集詞中文裡面 只是講了他兩次 所以今天我就想講一下潘元良 潘元良合作過的歌手、樂隊無數 我曾經做過兩集潘元良 包括一集關於他和林億年的合作 以及一集專講潘元良的影視金曲 講到影視金曲 除了很出名的最愛是誰之外 其實潘元良和林梓祥的合作第一首歌 就叫做賣步向前 可以說是潘元良剛剛出到無奈的一首填詞作品 開始的時候 潘元良其實是入了新藝城做電影編劇 其中一套就叫做英倫琵琶 英倫琵琶是1984年的一部電影 由鍾楚雄、泰迪羅賓和林梓祥一起出演的一部電影 所以最初潘元良和林梓祥的合作 是基於這部電影上 其實我之前在一集池中物講 潘元良的影視金曲也有播過和介紹過這首歌 由於這部電影是在英國倫敦拍攝的 所以這部電影又有英倫又有琵琶 所以在主題曲那裡 亦都一首西式風格的流行歌 加上琵琶這個中樂 其實就這樣聽是有些不倫不類的 但如果加上電影 整個感官就不同了 後來再聽的時候 就更加覺得是一個相當突破的嘗試 亦都是很少有的一個嘗試 即使是這三四十年以來 都沒甚麼可以聽到這樣的編曲 由阿林自己創作的旋律 潘元良的歌詞是相當有男子氣概 講的是君子之間的良性競爭 互相追逐 所以無論編曲還是歌詞 都是有很明顯的一個獨特性 聽這首歌的時候我都還很小 但是很記得一句歌詞 你有拼勁繼續跑 我有意志繼續追 勵志得來 但亦都令我想起一個冰竹賊的場面 這首歌有些地方是超級高音的 可以說阿林自己作的旋律 要自己唱飯才行 救天的路 救天的路 潛了滿途 爭取領遲 就要敢跨出腳步 你既此戰往前趴 我也只管拼命張 方向緣也是問候 孤單一路 風相滿途 只想有人 跟我一起過路 你有拼勁繼續跑 我有意志繼續追 追 追 上前與你邁步 能夠你 同上路 何用你 思緒幾更高 在我手 願傾負 成敗那會似有情能令人激勞 若喜趕我 千鋒滿途 分擔苗裙 拳也分向驕傲 抹去我臉上塵空 將心中苦怒盡傷 走 上前與你邁步 抹去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子祥和潘元良已经相识很多年 也合作过很多 在2015年潘元良作品展的演唱会里 林子祥也当然有帮忙表演 除了有介绍《卖步向前》之外 当然也有唱《最爱是谁》这首潘元良的代表作 上次《池池中密》的《潘元良影视金曲》那集 我播了《潘元良自己唱》的版本 今次播回林子祥在《潘元良作品展演唱会》里的片段 很少在台上说话的林子祥也放松地在《潘元良作品展》里 和他一起说当年 这首《潘元良作品展演唱会》里的片段 我们买部几部 这首是《潘元良作品展演唱会》里的第一首 这首是《潘元良作品展演唱会》里的第一首 《潘元良作品展演唱会》里的只有 hätten 我以为这首 hire oynbe 我有次听过前 这首歌手 今晚好像不过 他有一位女歌手声梭 是一位是 integr Approval 暖 Obrig 我真的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多久才找到一件衣襯的頭髮 又很像 你知不知道昨晚有人告訴我 阿騫仔在唱這句 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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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唱那首歌 或者我用的幾個 這首歌是很特別的 因為這首歌 我自己這麼久的人一直都覺得 是林志祥的演繹 是令我們覺得無邪無激 所以 所以 一定要留你 情情處理 對你都好 嘩 第一句 聽起來就是 很高的 叫我點唱就第一句 我們 說得更高的 有人 當然 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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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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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